大家好 带您一起来关心天气 预估明天的天气 除了东漫步的雨量比较偏多 或有阵雨之外 西漫步各地都是比较晴朗稳定 今天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但是中南部要特别留意 空气品质不是很好 因为风速微弱 空气的污染物的扩散条件 就不是很好 所以容易累积 也提醒呼吸气光比较敏感的话 可能外出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我们从云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台湾主要还是受到 东北季风的影响 但是这波东北风比较微弱 所以大家没有太明显感受到 好像天气有什么太明显的转变 那么明天开始这波 东北季风又会逐渐减弱了 北方高气又会逐渐往东面移动出海 预估比较稳定的天气 可能会持续好一阵子 可以持续到礼拜天左右 礼拜天的晚上开始 才会再有下一波东北季风的南下 甚至这波冷空气 可能还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另外从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天气系统 就是目前在菲律宾南方 这边有一个热带性低压深层 那么目前看起来 整个云气的范围还蛮大的 不过预估未来的路径 会持续朝西边移动 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 但是如果说是外景天洋 前往菲律宾 或是越南的南部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 这个热带性低压 可能会有些影响了 我们来看一下外景天的 这个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明天随着北方高气 逐渐往东面移动出海之后 我们台湾附近又转成 比较温暖的偏东风了 西半部地区 都是在被风测的 沉降气流影响之下 天气都相当晴朗稳定 东半部的话 有一些水气量 再加上偏东风 迎风面跟地形下云的影响 会有一些短暂正雨发生 那么预估稳定天气 持续到礼拜天的白天 礼拜天晚上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又有一波冷高压混南下 整个等压线都呈现 东北西南的走向 表示说东北季风会转成 相当强的情形 所以要特别注意 礼拜天晚上到礼拜一 可能会有一波 比较明显的天气变化 从外景天的下雨的雨趋图 上面可以看到 礼拜四到礼拜六 几乎都是在迎风面的 东半部是比较容易下雨的 西半部都不太容易下雨 礼拜天的时候 因为受到 这个下一波风面云气 以及东北西风增强的影响 礼拜天晚上开始要注意 北部东北部甚至中部 都会有一些短暂正雨 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礼拜天开始的 天气的变动度是比较高的 来看一下在风的部分 今天主要是受到 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 东北风也会逐渐减弱 我们台湾附近 没有太明显的风数 那么这个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了 刚有跟大家提到过 尤其是中南部 污染物容易堆积 因为风数微弱 所以也不容易扩散出去 以导致于说 当地的空气品质不是很好 呼吸气固比较敏感的话 出门就要特别留意 最好是要佩戴口罩 或是尽量避免外出 那么下一波东北季风 明前增强预计 是在礼拜天晚上 到礼拜一的时候 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 这波东北季风的强度 也会比较明显 我们来看一下 外几天的温度的话 都是随着东北季风减弱 温度都在逐渐回升当中 而且预估比较温暖的天气 可以持续到礼拜天的白天 那么礼拜天晚上 我们刚有跟大家提到了 西加坡东北季风南下 也会伴随着比较强的 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也会把北方 比较强的冷空气给带下来 所以礼拜天晚上开始到礼拜一 不只是天气的变化 这个温度也会有比较明显 往下滑的情形 从外几天北部的天气 跟温度趋势图上面可以看到 礼拜天之前 北部几乎都可以看到阳光 礼拜天晚上开始 天气活节变化了 到礼拜一开始容易下雨 那么在温度的话 礼拜天之前 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要注意的是 早晚温差可能会比较大 低温大约是19到21度 中午高温是27到28度 但是要看到 礼拜天到礼拜一的时候 预估低温将有机会 从19度下降到只有15度 是相当冷的天气了 那么27度的高温 你会下降到 礼拜一可能就20度左右 礼拜天到礼拜一 要特别注意 整个温度的转折 那么在南部的话 可以看到礼拜天之前 也都是可以看到 比较这个晴时多云的天气 天气算是相当的稳定 礼拜一开始 因为这波东北季风 会比较强一点 可能我们南部的云量 也会比较偏多 降比几率会提高来到30% 低温的部分 大约是21到23度 未来一个礼拜 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中午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 中午仍然是相当的温暖 甚至会感觉到有点热 所以最后再为大家 整理几个重点 明天开始 东北季风又会减弱了 恢复成比较稳定的天气 而且可以持续到礼拜天 但是中南部 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因为整个风速微弱 扩散条件不是很好 礼拜天晚上开始 东北季风又会再度增强 而且这一波 目前看起来 强度还蛮明显的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礼拜天到礼拜一的 这一波天气跟温度的 转折跟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